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略懂一点的导演指导 专业的辅助设备 还租了个不小不大的办公室 但是一个怪兽出现了 他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服务 好了 这个视频你们都看过吧 关于他所创下的神话数据呢 我这边就不想追溯了 反正这个视频对我个人最大的影响 就是在看完他的几周之后 打开自己的页面看自己的视频 内心总会想起一个声音 这种情绪或许不大正确 但是被我引发了我对于人生的思考 那就是我是什么垃圾 啊不对不对 是我们和合同学究竟差在了哪里 哪怕以我的脑袋呢 在经历了几个象征性的彻业未眠之后呢 我也勉强找到了几个我们和合同学 比较具体的差距点 那我这边不会非常笼统的去夸和合同学什么文案好啊 节奏好啊 这没有意义的 因为合同学自己也说的 这需要对视频制作有非常长期的积累 你哪怕知道了这些差距点呢 你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追上的 我这边想说的一些差距呢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第一点就是多一点体验 多一点生活细节 我看科技去UP主啊 最容易犯了三个错误 就是谈参数 谈参数 还是他妈的 谈参数 那这样呢 不但会让你的视频过于硬核 而且会疏远你跟观众的距离 那毕竟呢 做视频评测呢 不是写毕业论文的 我们来看看合同学是怎么做的 那几乎所有的测评啊 都是通过自己切身的经历去叙述 他不隔音 因为是在地铁或者火车上属于并不友好 而在大学里 用iPad看文献 写作业 真的很方便 带酒了 甚至会忘记得AirPods 仿佛这个器材啊 是一个老伙计 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 这样呢 不但让你感受很真实的 并且很有温度 在一些叙述中呢 甚至会不厌其烦的 跟大家去讲述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就很巧的朋友们 很巧的是 那种连通更巧的是 刚好以为 所以我一下课就坐个笑车 来到了稀土城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会让视频变得很冗长 但是只要控制好节奏啊 这些细节 反而会让观众觉得你非常诚恳 大大拉近博主和观众的距离 所以细节和体验 才是让观众真的感到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部分 要知道啊 传统媒体和自媒体最大的区别 就是前者总让你感觉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组织或者是机构 而后者呢 能让你感受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多多展现自己的human part 这一定会为你的视频加分不少 我相信一个UP主只要愿意和观众交心的 观众肯定也会抱以同样的感情 第二点 转场设计 我们在无数的油管大神当中 见识到了炫酷的转场 确实会让人由衷地对视频产生崇拜感 哇 这个转场好炫酷啊 像Brandon Lee啊 Sam Calder 于是包括我在内 很多网友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模仿运动 在视频当中 经常加入一些自己觉得很高大上的转场效果 并且呢 这是很容易上映的 以至于有人说呢 现在网上的vlog视频里 最常见的音效就是 嘶嘶嘶这个 嘶嘶那个 但是呢 我们沉浸在这个转场的表面形式上 却往往忘记了这个转场本身的一个初衷 转场在影片中啊 或为了推动情节发展 或为了缓和场景切换间的不自然 甚至啊 转场的作用啊 是让你看不出这是一个转场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两点 首先呢 大神的视频牛啊 是因为它本身那种牛逼 其次呢 转场应该是和情节有关的 所以啊 回归到转场的本质 合同学的设计啊 充分结合了镜头语言 比如啊 空间的交叠 这种交织的感觉 是很奇妙的 时间的推移 睡觉也必须带着手机 不然会很没有安全感 躺在床上不停下滑 啊 或是为了情节的推进 比如啊 描述点的转换 如果只能有一个词 该和18年手机的背面 那一定是 玻璃 叙述的递进 有的山穷水晋 淡尽良绝 有的寂静四座 艳牙群芳 那甚至有一些有趣的转场 不但消除了过渡时的声音 还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它前期的用心和手段的巧妙 这才是转场的正确用法 第三点 音乐 音乐对于一个视频的重要性呢 我就不想再重复了 那事实上呢 我觉得在找音乐这方面上呢 我自己也不弱 其次呢 我有着充足的渠道可以找到它们 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期五版前音乐的视频 播放量呢 也还不错 但在看了和同学的视频之后呢 我只有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配音 那就是粗 我们和99.9%的频道一样 通常都用一长段一长段的音乐 去配视频一个很大的部分 那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音乐虽然很好听 但是呢很平淡 前后呢没有什么跌宕起伏 而和同学的视频中呢 音乐很好地担任了调动情绪的作用 有转场时的夹然而止 听说李渔峰也会去 但很巧的是 那天我期中考试 那跟着音乐的律动 那当然了还有这个名场面 音乐的高潮恰好配合了情节的高潮 那这样你的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 一旦情绪被调动啊 你把这个视频看下去的欲望就更强了 有时想一下 这样弄音乐真的是很复杂的事情吗 好像也不是 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做呢 那是因为懒 还是觉得已经很好了 没有必要再提高了 这才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好了那这期节目超过的 我觉得你说了这么多 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 你前面这些分析 根本就不是和同学这个视频质量 为什么这么高的关键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辛苦做这样一期节目 就完全没有意义吗 你前面这些分析啊 让我想到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销售在周一的早会上 拼命的跟我说 可以通过降低价格 提升包装 还有讲情怀 来提高产品的销量 我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劳力士 想着自己有几百栋这样的办公室 几千个这样的会议室 上万名销售说着同样的话 你凭什么可以觉得自己能脱颖而出 哎呀 没钱人的想法总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且枯燥 你看不到自己和和同学的差距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看到 这才是我们与和同学真正的有差距的地方 那就是眼界 从古到今 什么决定一个人的思维高度呢 我觉得就是局限性 谁可以跳出自己的局限性 谁才能看得更远 当大部分的up主 都在想着发着怎么讨好观众 趁热点或者做标题封面档 去趁流量的时候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拙劣的销售一样 能想到的手段就只有这么高 而我们看和同学此时看到了什么 他没有把眼光局限在某一个热点某一个产品上 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 看到了5G对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机 而5G整体作为一个大的热点去讨论 这其实我们这种还在想 今天用哪个小姐姐 明天用哪个小姐姐的up主 可以相提并用的吗 并且在讨论5G的过程中呢 还能以史为鉴 在4G刚应用时的历史 去预测这个未来 这才是这个视频真正成功的地方 摄影器才或许决定了你视频质量的下限 而思维呢才决定了你视频的上限 然而局限性之所以被称为局限性 就是因为它太难跳出 那怎么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思维深度呢 很遗憾呢 我也不能告诉你明确的答案 那至少呢 我知道第一步该怎么走 那就是自我否定 思维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不破不律 那或许暂时你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但是打破常规的思维啊 也多少会有一些收获呢 所以呢 觉得自己过去的作品垃圾 我觉得不一定是件坏事 那这样你才能痛定思痛 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期的节目呢 已经有点不大一样了 把我前面所说的一些技巧 融入了进去 并且呢 多加入了很多思考的过程 这个其实就是自我否定所带来的收获 那所以啊 就像Taylor的一首歌唱的那样 对不起 旧的Taylor今天来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死了 所以啊 有时杀死旧的自己 这样新的自己呢 才能获得重生 好了 那这才是这期节目真正的大结局 大家如果觉得有所收获的话 记得一定要一键三连 想要获得更多有关视频制作的干货的话呢 一定要关注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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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